清晨五點多 騎士在巷子裡亂竄 不時回頭看後方警車有沒有追上來 一下逆向鑽進巷子 沒幾秒又從下一條出現 光是這條路他就出現三次 猛吹油門跑給警察追 全是因為 其實因為酒駕心虛鑽到這個巷子裡面跑給警察追 在這附近繞了好幾圈 最後是擔心怕撞到旁邊的車子 加上實在甩不掉遠景 才會直接停下來接受盤查 雖然放棄逃跑 但警方一拿出酒測器 她卻不願意配合 似乎是喝得太醉 情緒很激動 遠景勸了好幾分鐘 第三次酒測她才好好吹氣 酒測值高達0.75 當場被上銬 酒駕線刑犯還想做最後的掙扎 最後還是得乖乖進警局 證明35歲黃姓男子紅燈右轉被攔查 卻加速逃逸 想甩開警察 他前一晚跟朋友聚餐 喝到4點多 還騎車回家 沒想到違規被攔 才會心虛逃跑 光是同一天晚上 轄取警方6個小時 分別在巴德路長安東路和敦化北路抓到4件酒駕 今年3月底 新法規上路 還是有人不怕 台北市陸續公布酒駕累犯資料 至今已經累積4個人 新北市則是9人 一共13名 累犯的姓名和照片被公布在交通裁決處網站 喝完酒不搭車 找代價 就要付出代價 TVBS 系列 顏瑞勝 郭影 台北有報 請支持TVBS 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